鋁箭 它叫2018 待會給你們練習呢 也會是用這一種的箭頭 比較鈍的 那接下來這一種呢 它叫做裂箭頭 它是比較傳統的尖椎式的 後面這裡它還有多一層這樣子收進來 當它射擊進去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個撞擊力道 在讓傷口再擴大 那第三種箭頭呢 比較特別 它叫做鳴底 在早期呢 它是作為所謂的訊號箭使用 它射出去是會有聲音的 然後第三支呢 我會射我自制的鳴底 可以讓大家聽聽看 竹子跟金屬它的聲音 稍微還是有一點差異 我平常沒有在射擊的時候 記得左手包覆的線桶 右手包覆的線桶 避免不小心碰到旁邊的人會受傷 我們來進行第一輪的射擊 嘿 欸 你真的沒掉光 我們先把手上的線傳到右手這邊啦 空出來的左手 試著把我們的弓拿出來 然後我們準備好以後呢 麻煩我們的左手指向我們的目標 接著讓手臂跟肩膀連成同一條直線 準備好以後呢 我們的弓的下緣 就可以接著我們的右大腿放下來 右手從前方偷出一支箭 架到左手這邊 手上這一支箭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有三片羽毛 其中一片跟人家不一樣對不對 那一片呢它叫做弓羽 然後裝上去的時候 我們講說要把它裝在護旋身上 你會聽到嗲聲一聲 它才有裝上去 我們在射箭的時候 除了右手往後拉以外 左手要把弓往前推 再伸槽喔 對 一手推一手拉 把這個弓的力量用平均的把它給張開 第一支箭 抬頭看向我們的目標 左手往前推 右手往後拉 把弓張開 後面三根手指頭自然放鬆 讓弓滑出 射擊 大家就彈跳了 前面三支箭射不上去沒關係 因為我們前面三支箭要做的第一個就是 姿勢調整到正確 第二個是要確定你是安全的 不管所有運動最重要的都叫做安全 第二支箭 我要給大家再加一點東西 當你在左手往前推 右手往後拉的時候呢 肩膀不要腫起來 有些人會這樣子腫上來 當腫上來的時候 你這支手 其實它出力會太多 實際上我們在拉的時候 這支手它不是完全的握住 所以我們都看到奧運的比賽 他們射擊完以後 他們的弓都會這樣子下來 其實不是因為它刻意這樣子放 而是因為它的弓 其實它是用一條針子綁在手上 當它射擊完以後呢 其實它就會這樣子把弓滑 就是放鬆讓它直接就這樣掉 右手往前推 右手往後拉 放 撐太久了 來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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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發現的一件事情 反弓 這樣子拉開 然後就撐很久 想要瞄準很久 可是有沒有發現 我的手怎麼了 在抖動對不對 所以你的箭出去的時候也會跟著走 那我們就是抓一個突擊的節奏 舉起來 讓你覺得可以了 我們就先射擊出去 不對 林哥 不對了不對了 你剛剛覺得全部翻掉了 不是 反曲弓 它的那個不一樣啊 你要先把它的那個弓先離過 不然的話 你這樣上上去的時候 會容易發生危險 我們根本就做不到 你這裡要讓它這樣子切 然後就走 跨過來 這樣子 左手拉前 右手 這樣推 喔齁 原來是這樣子喔 好輕鬆 發現之前的影片到底在幹什麼呢 對啊 我之前的影片到底在幹什麼呢 這次我們用自己的格西了 太大他們家的箭 我要來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瞄準 我的射箭老師 他就跟我這樣講 你在射箭的時候 你要用你的心眼下去瞄準 太中二了 這樣不行 我真的聽不懂老師的意思是什麼 可是當我學射箭 學一段時間以後 才知道說老師所謂的心眼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先來示範一下 我們已經練到很習慣 就是說 我不用眼睛看 我就知道做我射箭 它會射在哪個位置上 就是這樣子 我就已經知道它在哪裡了 因為我的姿勢 動作 上半身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那今天假設我要瞄準的時候 我要怎麼做呢 轉動我們的腰 比方說我要射下面 我就把我的腰壓下 可是上半身不動 因為今天我們在射箭的時候 假設我是動我的手 身體的關節太多了 動一點點 變速又變太多 所以我們的上半身會是固定的 套著我們的腰 然後用身體這樣一直去壓 這個東西叫做心眼 金 接著換下一位 這對包太多了 60分 1-23分 2-23分 3-2 3-3 5-2 8-3 超大 8-3 3 9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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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4 哇 哇 哇 這根線是剛剛金屬式鳴笛線 究竟這個金屬的鳴笛聲 能不能蓋過後面的那個機器運轉的聲音呢 棒 有耶 喔 這是20公尺喔 我以為是20公尺 沒有 這是20公尺 這是中階班的 那我們現在要測試一下 用我自己這把弓射剛剛的這個鳴笛 來 嗯 瞄正中間 結果整個掉到底下去了 喔 金眼啊是不是 金眼 金 這次又太上面了 你們要不要體驗一下20公尺呢 3 2 1 耶 裡面有三眼 喔 這是怪怪的 對 這是怪怪的 但是好準 好重喔這個 2 3 2 8 耶 有中有中 哇 都有中 剛剛的射箭教學射到一個段落 現在老師要帶我們進到他們的秘密空間裡面 讓我們去參觀一下他們的老師的老師 自己親手做的各種工夫 今天就謝謝大家有這個機會來到我們的公道場進行我們的公道教學 今天就謝謝大家有這個機會來到我們的公道場進行我們的公道教學 謝謝 謝謝 東京以後各位觀眾不要再說我不學無術到處亂教了 不會的東西我真的去虛弦的去請教了 你們看了這支影片之後真的有學到東西 那以後我還是會持續的帶給大家新的體驗 今天也感謝 謝謝大家 阿進 油奶 就一起來玩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喜歡的話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然後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也可以點旁邊介紹光光囉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小子 我是阿進 油奶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